嗨 大家好 我是阿燕 嗨 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阿燕 我种了一颗金桔 长蛮多的 它现在已经很黄了 全部都黄掉了 所以我有想到来做一种 盐的金桔 这个盐的金桔呢 在我们印尼 在我们家乡 是叫南蒙 不知道在台湾有没有人这样用 南蒙呢 在我们家乡是 可以拿来做饮料 也可以拿来煮鸭肉汤 在我们家乡叫南蒙鸭 这道料理真的很好吃 我们小时候很常吃 因为我爷爷很喜欢煮这个南蒙鸭 他拿来做饮料呢 也很好喝 那现在呢 我要把这颗的金桔 全部把它剪一剪拿来晒 我们来做盐的金桔 那要怎么用呢 我们来看看吧 这个金桔呢 已经全部都黄了 所以呢 我就把它剪拿来晒 因为这几天的天气 还蛮好的 太阳蛮大的 我的刚开花 ada juga yang baru berbunga 我之前曾经做过失败 因为没有太阳 然后一直下雨 所以可以洗澡 这么确的 因为如果不作用 如果不作用 它将不作用 所以就败了 因为我已经做出败了 但浓烤了 对邮软火腿 不停就到了 后面全都的 不че做的 太阳了 不太容易 Ela μπο ta不舒服 这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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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特别 我猜这个好是很厉害的 这个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我做的了一下就好 这个鸡丝有就好 我现在把它洗一下 手朵上有800克 我先把鸡丝洗一下 好 洗净了 已经洗净了 这个自己装的还好没有水 要所以这个很安全的吃 那这种生存的很安全 因为它们没有免疫苗 我们拿一个桶子 4公斤放一公斤 所以我们拿一个桶子 放入植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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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克的生姜 放入植汁 放入植汁 我们就这样子摇一摇 这一些味道也就要一个低一点 所以是用我们跟 Ini 就要很方便又又很拽时间 我就差一点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就是这么快 非常快 就不是就能鲃下来 我们把它替您摇一晚 加上,我们不过去打一八 多半日后,我们就在一天 放下一个晚上以后就可以干涉,这个远派也开始冲水 可能太冷,所以这个远派也已经滟了,但是没关系现在可以拿起砂 现在已经取出一天,现在都没有加水儿了 现在我们有出在一起,因为今天有个温暖好 这些水是冷冻的 所以水平均匀 但是这些水平均匀 但是这些水平均匀 这些水平均匀 我们先放入水 我们先放入水 这些水平均匀 这些水平均匀 我们现在看水平均匀 我们看水平均匀 我们看水平均匀 所以我们将水平均匀 四至五日 我们就让它晒 晒到它干 所以我们把水平均匀 这个已经晒了第二天 皮开始做做的 setelah dijemur hari kedua kulitnya sudah开始 keriput 晒了第三天 越来越干 然后颜色也比较暗 味道也出来了 那这些水平均匀 这些水平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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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晒了第四天 越来越干 味道也更香 也开始熬下去了 这个表示快好了 再晒一天就OK了 这些水平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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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已经开始准备匀 就已经开始准备了 这些水平均匀 如果已经开始准备了 这些水平均匀 已经准备了 每个水平均匀 就好了 这些水平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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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来煮汤水 来泡这个草莓 现在我们要来做水平均匀 草莓是黄色的话 做出来的草莓也是很漂亮 金黄金黄的 如果草莓是绿色的话 还没有很黄的话 它做出来会变得黑黑 所以如果要做这些水平均匀 这些水平均匀 就必须要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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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乳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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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把其他的一切都放入牛肝 放入50克的水果 放入糖 100克的鱼 吃一切吧 我要浸泡得和牛肝 让它们睡一会儿 дост车就被浸沾了 好的 流湯很明确放在冷 所以我们用清风干碎 所以我们 organized冷水 我们用烤油就要烤了 让我们冷冻了 因为我们冻了这么多天 一定会有灰尘的 我们用汤汁水稍微重一下 准备一个汤汁 因为已经有几天 确定有泡 所以我会浸泡用水 然后准备一个凍刷的凍刷 在凍刷的凍刷里面 后面浸泡 我将入泡的凍刷 八百公克刚刚好一瓶也不会很多 这个汤水也冷了 我们倒一点点下去 因为这个汤水一定会有多的 烫一下 我们就要浸泡一碗 这个汤水也要浸泡 我们就要浸泡一碗 所以我们就要浸泡了 所以我们浸泡一遍 再浸泡一遍 那这样的话 更不容易坏掉 用这种汤水也要浸泡 这些汤水也已经很乾淨了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因为当时我们煮的时候 或者泡茶的时候 后来,这个不能再洗了 就是直接拿去煮或者拿去喝 那,现在我们把所有的糖水倒下去 那,我开始用这个方法 为了更清晰 因为,后来没做饭 或者没做饭 就不会再出锅 这个糖水呢,刚刚好泡到这个荆棘 所以已经有盖过这个荆棘了 现在我们把它放到大概最少要一个月才可以吃 那,这个的过程呢,就到这里 现在我们就把它放到大概 最少要一个月才可以吃 可以拿来煮 那, ini prosesnya sampai di sini 那, kita harus tunggu paling cepat satu bulan baru bisa dikonsumsi 但放久一点,它会更香 tentu saja disimpan lebih lama 它会更香 这个南蒙呢,已经做好了 大概四个月前的时候我们做的 这个南蒙呢,放蛮久了 没有空做影片 所以今天才做影片 这个南蒙呢,如果没有开过 或者没有用到水的话呢 它可以放在外面不用冰起来 它可以放到两三年都不会坏的 如果有开过的话呢,怕会坏掉 所以我们就把它冰起来吧 因为天气也蛮热的 所以冰起来比较安全 所以今天我们来煮鸭肉 用这个南蒙煮鸭肉汤 那,当然这个南蒙也可以拿来做饮料 非常的好喝 这个在印尼加利曼旦很有名的 那,那要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看吧 就是çon了 那, unsere南蒙呢 你们已经入izar 这是四不完蛋漫 já或者 anything 拿起码 因为没时间 geben 所以今天 我们 end 我们已经入到四不完蛋了 我不要下廚 因为它没有入住 把这些冷却 habe 在孔子的冷却 İ货 kinetic 还是称 在一个吴 Charlie 它可以在外面2-3年 也会不会破坏 但是后我们在开吻 或是在开吻 所以最好后我们在开吻 我们在开吻 因为天气很热 所以最好就在开吻 所以今天我会使用 南mong这个食物 然后当然我会做 一杯飲料 南mong的香味 很美味 如何我做的 就继续了 下视频我们来打开看看 哇 非常的香 很香 我们来看看它的南蒙 你看南蒙 我准备好一只鸭 这个鸭可以整只去煮 也可以剁一剁 这次我就剁一剁去煮 比较方便吃 我已经准备一剣 可以剁一剣 就剁一剂 我剁一剁 就剁一剁 就剁一剁 那么快 切剁一剁 现在我们鸡水 切剁一剂 切剁一剂 好了 切 Śilē hēn kāncīn lā ini sudah dicuci bersih banget sitten有水重 裹花咸k nā kita siapin 1 panci air dan kita masak sampai mendidih 那这个水已经滚了 我们把鸭肉放下去煮 那这个鸭肉呢 我们放入鸭肉 我们就把这个鸭肉呢 煮到软 那如果有快锅的话呢 可以用快锅去煮会比较快 那我个人的话呢 我喜欢这样子 用小火慢慢煮煮到软 那 我怕它会太咸 所以我把它泡一下水 pakai泡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所以這個牛肉的長 bizim吸一塊 那這個我 extraordinarily午在外面 我怕它很沉醋 我冷了下個半小時ёл 在一會兒 別人 consciousness continental 不要太沉 Excellence 因為狂肉脂無力 。 Mul archae driven 我把我弄炸我要拪 muut carriers 好 ça好 喉嚨嗎 所以現在我要切的所有呢 我也是要切碎一下 那現在我要煮了,我已經煮了一會兒 現在我要切碎 然後我會切碎一會兒 蔥菜呢,我要切碎一點 我會切碎一點的油 我會切碎一點的油 這樣就像這樣 我煮了有一下了 大概有一个小时了 应该也软了 那我煮了有一个小时了 那我煮了一个小时了 我煮了一个小时了 我煮了一个小时了 那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软了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软了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软了 哇很软了 那这已经很软了 我们开大火下去 所以我们来把它放入冰箱 所以我们把水煮裹变成了 然后再进入冰箱 那我们再放入冰箱 那我们要煮裹变成了 那这些是不错的 所以我们把它放入冰箱 我们先放入冰箱 那我们先放入冰箱 那我们要先放入冰箱 所以我们不要放入冰箱 如果我们是在冰箱 我们就放一点汤汁下去 然后加入少量的油 在这里我们先不要放盐巴 我们先放一些高鲜就可以了 这里不要加上的油 因为它是汁 所以我们先放一些高鲜 所以我们先放一些高鲜 如果觉得汤不够的话 可以再加一点水下去 如果觉得汤不够 可以再加汤汁 它的汁呢把它丢掉 如果有叶子呢 我们先放一下 这样子汁呢就非常香 汤汁就很香 汤汁呢 汤汁呢 我很后面再放 因为我不喜欢汤汁太软 不好吃 有点脆脆的会比较好吃 所以汤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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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汁呢 可是觉得没有甜 不够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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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加一点胸 所以呢我们先试试 看看不够甜 不够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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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替我们放在背上 否讨饰 在并非 merak调碎 如果没有燙 你把它放入泡 这个湯汆的汆啊 喝起来是 干干 鲜甜 然后酸酸的 很适合配一碗津克风 这个湯汆的味道 她的味道 est 味道和嫩 非常酷和处理 那,OK 这样再用了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盖起来 闷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试吃 那我们先把它盖起来 让它们稍等 然后我们再试试 做这个南蒙饮料非常简单 只要有蜂蜜跟这个南蒙 还有冰块就可以了 没有蜂蜜可以换砂糖 这个饮料在印尼 在这里非常有名 然后很多人喜欢喝 那 teman-teman untuk开始饮南蒙饮料 非常简单 最重要是有蜂蜜 有蜂蜜,蜂蜜,蜂蜜 有蜂蜜,蜂蜜 那如果没有蜂蜜 可以代替了蜂蜜 我们加一些蜂蜜下去 如果有蜂蜜,蜂蜜 要喝多甜 所以我们把蜂蜜 就算是蜂蜜蜜 要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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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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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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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太硬了 好 这儿是下一個 这个明制的气功夫 mejor吃 的温暉 裡面的有心 非常软,真的很软 我们的南蒙鸭,还有南蒙饮料做好了 我们来吃看看,还有喝看看 那,这个南蒙鸭和南蒙鸭都吃了 很好吃,真的很酸 酸菜 酸菜还是脆脆的,真的很好吃 这个南蒙鸭呢,咸咸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这个南蒙鸭呢,真的很好吃 这个南蒙鸭呢,真的很好吃 这个南蒙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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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喝 这个在夏天喝的时候,真的很适合 然后如果冬天的话呢,或者夏天的话呢 比如说感冒的话呢,也可以拿来泡热的 也很适合 这个南蒙鸭呢,很酸 这个南蒙鸭呢,很酸 很酸 如果在冬天或冬天 或冬天 或是冬天 可以在冬天 也很酸 很酸 很酸 那朋友们,这个就是我们印尼家里满蛋那边 好吃又有名的美食 那朋友们,想要做看看吗? 不会很难做 材料就很好找 就是要时间 还有耐心 那朋友们,就到这里啦 下一部影片见咯,谢谢 拜拜 说到这里 chlue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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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